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开工浴 这个冷气团也跟着大家一起来开工 今天就是受到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南下的影响 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转成湿湿凉凉 湿湿冷冷的天气了 还好的是明天水气就会逐渐减少转干冷 除了在东半部地区还有一些零星小雨之外 其他地方都是放晴非常晴朗稳定 但是寒冷的天气状况 也因为这样子清晨跟晚上容易会有一些辐射冷却的效应 导致会出现极端的低温 也就是10度以下的低温 10度左右的低温 提醒大家务必要多加注意这样子的温差变化了 那么因为东北风增长 沿海的风浪是比较大的 提醒大家从事海上活动要多加注意安全 那么今天农业小滴宁就提醒大家 为了防范励志春祥的危害 高手市农业局已经从2月1号开始 启动了荔枝春香的软片收购计划了 收购期从2月1号开始一直到5月31号 提醒大家可以一同的来收集软块 加强防制的工作了 那么另外秋行军虫进入台湾也将近两年了 以玉米跟高粱等等的河本坑作物 最容易受到它的危害 所以提醒大家3月1号开始 即将要进入第三阶段的过渡期 建议大家可以多元的方式来加强防治 那么政府其实有提供两次的药剂补助 建议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 如果看到它的话 也要及早的进行通报了 好那么接下来的天气就是受到冷气团南下的影响 明天后天礼拜四礼拜五都是冷嗖嗖的天气 特别是清晨跟晚上辐射冷却效应是比较明显的 容易会有10度左右的低温 那么白天的高温又会回升的很快 中午的高温在中南部地区又可以回升到20度左右 所以接下来这两天礼拜四礼拜五日夜温差相当的大 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温差的影响 那么这样子冷空气的影响到礼拜六礼拜天 就会逐渐的减弱 逐渐的回暖了 周末假期就可以回到一个比较温暖稳定的好天气了 那么今天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有一些降雨 不过从明天开始 这个水气就会逐渐的减少转干冷 除了在东半部地区云量还是有一点多之外 在西半部地区各地未来这几天都是相当晴朗 稳定的好天气 所以在这样子稳定的天气情况之下 在中南部空荒地区要特别注意辐射冷却的效应 容易出现10度左右的低温 特别是在清晨的时候 大家务必要记得加强相关的 这个含害防范的一些措施了 那么明天也是24节气中的雨水这个节气 雨水这个节气就代表春天开始之后 气温逐渐的回升 冰雪逐渐的融化 时不时会有一些小雨发生的机会 适合开始整理田做翻土耕种的时节 也期待这个时候 如果可以有一些适时的雨水来灌溉的话 就可以让作物顺利的生长了 那么其实也很符合最近的天气 现在呢只持续逐渐进入春季之后 开始有一些这个天气系统呢 比较频繁的进入台湾 常常会有一种时晴时雨忽冷忽热的感觉 天气变动非常的大 也建议大家呢 最近的天气变化真的是蛮大的 下个礼拜二还有一波新的天气系统会影响台湾 建议大家要持续更新最新的气象资讯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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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